有兩位升級教練姚感成和李卡道指導我們 這些機會不是人人都恨到的 為了測試我們的實力 看看我們是誰學得好一點 我特意安排了一場比賽 看看我們的籃球層去到哪裡 那豈不是有一群壯男跟我們比賽 太好了 先說吧 這群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大部分已經學了籃球超過四、五年 所以論連之,都是我們的師兄師姐 不過我們又怎會輸給那群鬥男 對嗎 沒有,這群小隊友 整群老虎這麼聰明 我跟他們很快已經熟絡 大家激搶之後,很有信心會贏 不知為何隊友可能見我這麼美女 對我沒甚麼信心 再給我測試一次打法 令我很溫暖 一開始,我就已經可以展示 兩位教練傳授我的絕技 對,你們在後面吃塵 你很幸運而已 幸運?我就達陣得分了 你慢慢追吧 不過我也不可以鬆懈 要繼續進攻 我終於拿到球了 人力一,接球 陳先生,球呢?球去了哪裡 我想達陣 其實這天真的很熱 我跟琪琪泡了幾分鐘已經暈暈了 但一群小朋友依然紮紮跳 不過我們是不會認輸的 終於等到鬥牛拿球的機會了 這次絕對不可以有失誤 還不輪到我搭診? 追成平手了 張家欣知道害怕嗎? 很快就可以反敗衛星了 也說做人要謙虛一點 琪琪,我知道你很想贏 也不用那麼大力推跌我吧?犯規 對不起 但是比賽是很現實的 都說我潛質比你好 又有試試了 我現在宣布 這場賽事的冠軍就是我張家欣 同班老虎仔的隊友 謝謝大家 老師經常教的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我為人很禮陽 明白,吃不到的葡萄 是比較酸的 不過無論如何 我們那天真的度過了 一個很愉快的星期日 太好了 剛才琪琪和家欣兩位 最初我說了一些比較簡單的球例 以及做了一個… 我們稱之為Srum的動作 他們倆都很快學會 很容易上手,都合格了 其實籃球是一個二項難精的運動 小朋友如果從小時候開始訓練 學習團體、紀律,那就好一點了 但如果像剛才琪琪和家欣般 半途出家 那就需要更加努力 才可以打得更好 琪琪姐姐第一次打籃球 也算是這樣的 對,但是當然比我差太多了 畢竟是琪琪姐姐,這麼不給面子 不過不要緊,你也是厲害的 因為同班小朋友 在竹球起初以為很輕鬆 怎料都是很不容易的 我笑得瘋了 所以我應該回去做籃球寶寶寶 家欣姐姐雖然第一次打籃球 不過比我第一次打的時候好很多 也算合格了 跟兩位升級教練學了幾堂籃球 我第一次出場比賽 其實我事前都沒想過 需要這麼大的運動 其實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已經在細場 我真的想像不到 真正的比賽在大場的時候 會有多麼辛苦 不過我真的最感謝一群小朋友 真的非常照顧我 整個程度,他們都不斷在這裡 家欣姐姐… 你站在這裡,你過來這裡 然後不斷地告訴我 我要怎樣做 這次真的最感謝一群小朋友 明天見